大家好,我是Andy,我今天拍的影片想介绍一下波浪理论和技术分析等等各方面的一些产卖小技巧 这里有一幅图,这就是黄金的金价,其实已经是5月,上年5月26号 我找回当时的图来做一个分享 看到这幅图,因为前年金是一只跌的,鞋也是跌的,跌到最后一浪 在这里做了突破,我们就要省水,因为它一早突破的时候 就是代表浪有机会完成了,新的浪就要开始了 跌到这里突破了之后,其实你看到之前的跌浪 这些浪就一直在下跌5ma,即是这个5天2同平均线 接着这里开始,浪顶数下来就是1,2,3,4,5,然后突破了 突破了之后,就有机会是一个新的浪 那我们有什么技巧呢,譬如说这里我们可以看这个STC去数一下浪 那这里是1,2,1,2,然后它都没有再过底,然后它再1,2 那为什么这里又不说它是1,2,3,4呢,就是因为这里的1,2 其实也没有破全面的顶,也不算是一个另外分开的一个浪 即是一个新的浪,那这里真的破了全面的顶,那才算这里是一个浪 那就是说这里是1,2,那如果你是 不是太式数,或者你不知道浪的级别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数成1,2,3,4,5 但是它之后再升,那其实你已经数错了,即是说这个不是4 因为这个3那么短的时候就没有可能那么长一盒 那就是说你数错了,那你就要重新再数过了 那就是说这个其实是1,2,因为你撇除了它是4,那因为这个是调整力的 那这个是调整的时候呢,不是2就是4,因为一个升浪里面 只有2浪和4浪的调整 那这个不是4就是2,那就是说这里出现了一个1,2,1,2 那再升上去的时候,你中间又会发现到一个1,2 1,2,1,2,1,2,1,2 那出现了这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其实浪的级别是很大的 因为这个是日线图,日线图里面你会发现到3,1,2 那可能这个级别就去到月线图的1浪和上下达 一个月线图的升浪就可能是在日线图里面反映出来 就是会找到3,1,2 那你怎样数法呢? 有个技巧就是说你数到多少个1,2出来呢? 你就数到多少个3,4出来呢? 就是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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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4,3,4,3,4 然后才是5浪的 那你会发现,呃,其实是由最外面数到最内 然后再由最内的数到最外 你第一个数是1,2,就是这个 最大的级别最大的,然后呢 就到规模小一点,1,2,再小一点,1,2 之后数3,4,3,4,不停抗大,3,4 那譬如你说,我不用波浪的,我不数浪 我只用一些技术上的 我自己的一些分析去做买卖 那譬如说你这个位置,这个4浪 跌穿了的话 那我就觉得那组是转了 那它之后的确实是跌穿了 跌穿了,但是它之后是有个5浪的 那你就重复了,如果你不需要反应的话 那为什么这个3,4又会跌穿这个3,4呢? 那就是因为,你在波浪理论里面 那2浪是在调整的1浪 那4浪就是调整的3浪 那这里规模小一点的4浪 就调整规模小一点的3浪 那这个规模大一点的4浪 就调整这个规模大一点的3浪 那这个3浪是升了很久的 那按个比例来说 这个4浪也是比较大的 会比之前的4浪大一点的4浪 那所以就跌穿了 那跌穿了之后它就会出5浪 保持着升上去的 那这样 那这个4浪 这些是一些数浪的技巧 就是说 有个数法就是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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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4,3,4,5 这样数 那说明有什么呢? 其实波浪理论是一样成立的 只不过是 我们可能有些人会懒得去数 或者觉得好像很复杂 或者不懂得去数 这样 但是如果你很耐心 很耐心去数 其实就是 预测能力也挺高的 这样的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说一下 腾讯 比如腾讯来说 这些我都不知道什么价位 很久之前 05年06年 但是它在这个 技术指标出了就好像是1,2浪 那如果计算这个1,2浪 是 是用了的话 如果用时间性去推断 其实 升浪就真的很长 但是 姑且是 不要管之前这一段 由这里开始计算 因为它这里也好像是调整了 那由这里开始 这个浪是starting point 1,2 的时候呢 这个符 这个符 两浪 这个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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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浪就是3 也就是 1,2,1,2 3,4,3,4,5 好 这符 这个符 我们用了刚才的类似 或者是數狼方式大概是數到這個樣子 比如用一些技術的方法或者策略來關掉這個狼 其實都是可以關掉的 首先你不要太急著說什麼時候要自撐 一定要在最高位置走 如果這樣的話就很考技巧 除非你是高手就可能會可以 如果是一般如果你想保守一點 其實你可以用一個叫做止蝕但是不止賺的方法 比如說如果這個是二浪的話 之後升上去 二浪一般是不會跌穿的 二浪和四浪都是 除非ABC是來到的 就是大條線來到的 那二浪的話你拿二浪當止蝕 然後三浪的話會升上去 四浪在這裏 那時候你也會把二浪止蝕位移到這裏 那三四三的時候 四浪也不會跌穿 除非它是ABC 但是剛才數過規模的時候 它的升浪是比較長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不停地去 知道好像都有排升了 那你之後也可以使這些位置自白位 一升穿 就拿這些位置自白位 一升穿 用這些位置自白位 這樣直接推上去 cards 例如用时间方面去计算,这里的1浪,1.6100,大约3浪起开始计算,就大概是这里的,时间线也是先到这里的,即是用时间线去推断浪顶也是OK的,都是波浪理论的其中。 再谈谈时间性方面,例如这里的1,2浪是用了大概2年多一点,我当它是2.2年,你把2.2成1.6100,大概是用3.5年左右,即是你期待它的3浪是用3.5年,即是用3.5年。 那你就在2浪底下加3.5年,即是1年,2年,3年,3年半,即是到1.5年中间左右。 那都当它是150元左右,即是说你当年,如果是在1.1年时,可以用这个时间性,以及用这个波浪去计算,即是当年,你还可以在30多元时,还要吸一吸,因为你知道它是耳朗的。 在30-40元,接着就可以去到,过几年之后就可以去到150元,这样。 当然,这就是用在腾讯方面,因为它是比较牛股,也没有多少只能升到它这么厉害。 那时候呢,只不过是想说,波浪理论的应用性也是很认可,也不是说随机的。 就算是随机,我都觉得它是有规律地随机的。 即是波浪这件事,我觉得是成立的。 当你相信了这件事,即是你觉得它是可以被信任之后呢,那其实你为什么不去继续去用,或者去研究呢,或者去学习一下呢? 还有,其实还有很多技术分析方面的一些知识,或者一些技巧都可以分享的。 这段影片大概就先说了这么多。 那大家如果对这些炒卖方面有炒开东西,或者对这方面想了解多些,也欢迎大家订阅这个频道。 那之后,那之后,我都会继续拍多些类似的视频。 那就是,我想都是讲一下大市,或者讲一下,有可能会讲一下美股方面,或者商品,或者一些,可能一些个别股份都不订的。 是的,那这段影片就来到这里了,谢谢大家。